6月9日,MSC Seaside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时 两位游客确诊新冠肺炎 6月11日,Celebrity Millennium 又有两位游客在船上确诊新冠肺炎 6月17日,World Caribbean Odyssey of the Sea 又有8位工作人员确诊新冠肺炎 在这个游轮准备复航时,一宗又一宗的确诊消息传出 真是令人惊心动拍 但MSC和Princess就不理太多 继续宣布在美国游轮重启的计划 但在同时,CDC又再次将游轮的旅游警告级别 作出巨大的改变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集逐一跟你拆解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油条,是游轮的游 又是久不久和大家去看游轮业的新闻的时候 今天和大家带来的新闻 有正面,也有负面 跟这个世界一样 凡事都有两面 第一单,当然是MSC C-Sci MSC C-Sci 在6月9日,正常检测程序 就检验到两位乘客 确诊新冠肺炎 因为MSC是一个无疫苗的游轮路线 所以基本上 久不久都要帮游客做一个检测 当发现有游客确诊后 MSC 第一时间 将这两位游客和同行的朋友隔离 然后透过船上接触和跟踪的功能 找出了几位密切的接触者 这几位密切的接触者 同样要去隔离和再次做检测 最后幸运地发现 只会有两位游客 真真正正确诊 而这两位游客 也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 然而这两位无症状感染者 和同行的朋友 最后在西西里下船 由MSC 互送他们开车 送他们回家 然后游轮进行彻底消毒后 继续他们的地中海行程 6月11日 Celebrity Millenium 也有两位游客 确诊了新冠肺炎 Celebrity Millenium 在游轮停航15个月后 第一次在圣马天出发行加纳比海行程 游轮出发日子是6月5日出发 因为Celebrity Millenium 不属于美国境内 所以CDC不能监控 游轮公司要求全部游客 都要接种两枪疫苗 然后15天后才可以上船 这就是一个疫苗游轮 但在游轮回程Celebrity Millenium 必须做核酸检测 结果发现了 有两位游客就确诊了 而这两位游客同样地 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 幸运的是 同船的密切接触者 在检测后 全部结果都是呈阴性的 两位游客虽然是无症状 Celebrity 都要求这两位游客隔离 以及船上的医疗团队 也有负责照顾 因为这次船 这船算是首一批 在加纳比海做的疫苗游轮 所以船上确诊这件事都罵得很大 前几天在超级市场卖水果的两位老友 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然后我舅舅又问我 最后连我妈也关心了一份 所以今天本来不想说了 也要和大家谈谈这件事 首先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疫苗的保护率确实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而所有检测的准确率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所以说 就算是疫苗游轮 也不代表不一定会没有这些确诊事件发生 但这次 无论是中文的媒体 或者是英文的媒体 都是一样 这次他们也是做了标题党 不过我不怪他们 作为传媒来说 写一份稿 唯一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会有人看 所以其实标题真的很重要 如果这次你被我的标题党吸引进来 那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作为内容创作者来说 真的不容易 谈谈标题方面 英文媒体的 Celebrity Millennium Cruise Hath Covid Outbreak Despite Passinger Resonation Requirement Outbreak 这个字 我刚刚查过字典研究过 即是爆发的意思 两个人的确诊 也是爆发的意思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 三个人的确诊 就是大爆发的 中文传媒更加有文化 在这里我拿了几个标题 给大家看看 我不想读出来 可怕绝望千人豪华游轮爆发疫情 连我本来知道什么事的一个人 也有那么一刻怀疑 整个船过千人确诊了 原来只不过是两个无症状 确诊者这么多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我真的没有看小医病毒 但既然大家知道 疫苗和检测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Covid 这也是一个事实 根本是避免不了的 但这次我看到的结果 全船有七百个员工 和六百个游客 说到这里 我们突然有冲动 想去一下疫情下的游轮 九万吨的游轮 六百个游客 意思是游客空间比较150 这数字比豪华游轮更大 游客的确诊有足够的空间 七百个员工和六百个游客 员工和游客比较1.16 Celebrity Millennium 我去过七百次 但很难想象 今时今日Celebrity Millennium 做到像Crystal那样 先说说确诊的事情 全船有1300多人 两个游客确诊 实质上还要是无症状 而其他没有一个人有事 大家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说 疫苗和游轮公司的船上协议 其实可能真的有效 如果不是 可能这个确诊数字会更大 而从Celebrity和MSC 两个确诊事件来说 我们可以看得出 船公司已经有一套 既定的处理手法 不会再像去年那样 人们困在船上 就不让下船 或是全部空间的情形发生 不过在这里 我也要不厌其烦地说多一次 只要有游轮出发 以后船上确诊的事情 一定会继续出现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放在有多少人确诊 是否真正正正是爆发 而今天我想说 应该是黑仔 of the year 的总冠军 Odyssey of the Sea 这船真的是时候 去找人看看风水了 最初计划在罗马出发 行十天地中海 再加以色列的行程 但因为疫情关系 取消了也很正常 因为全世界都是这样 之后 World Caribbean又计划 将Odyssey of the Sea 放到以色列出发 一些本地的疫苗邮轮 又搞了尾巴战争 好了,算了 然后回到美国走加纳比海 回程时 才发现有两个人在船上确诊 不过这些不是工作人员 这些是整船厂的船员 谁知道 美国放下船员去打疫苗时 打完第一针还未够14天 又多了8个员工确诊 但现在也有传言说 有机会升到13个 这艘船真的是Hard of the Year的总冠军 在这时 只能将这艘船的首行 推迟到7月31日才做首行 听到船员来说 他们接种的应该是 Johnson & Johnson或者輝瑞的疫苗 但究竟是打了哪种疫苗的船员 继续确诊 暂时不得而知 不过怎样也好 即使打了疫苗后 也要14天才有效 所以即使船公司真的做疫苗游轮 我个人来说 也希望他们不要放弃船上的安全协议 而在Odyssey事件的同一天 CDC将游轮旅警告级别 由4级降至3级 Lv4即是很高的意思 Lv3即是高的意思 在CDC的旅游警告里面 其实有一个关键 就是指一些未完全接种的游客 大家要理解 之前无论接种与否 都是Lv4 现在对未接种的游客 就变成Lv3 但最主要的是 CDC基本上没有说清楚 对于接种的游客 究竟游轮对他们来说 旅游警告级别是Lv4 是Lv2还是Lv1 不过怎样说 降低旅游警告级别 对于游轮界来说 真的算是一件好事 而看到最后这里的你 就值得我为大家 带来一些真真正正的好消息 Princess Cruise 宣布了 今年9月25日直至11月左右 就会有8只船在美国重启 分别是 Majestic Princess Island Princess Grand Princess Wrupy Princess Enchanted Princess Sky Princess Vigo Princess 和Crown Princess 行程分别是 墨西哥 夏威夷 美国西岸 加勒比海 巴勒马运河等 而这些新行程 大概是三晚到十五晚不等 特别要留意一下 Enchanted Princess 它还要是首航 之前跟大家说过 Princess 现在的船全都会升级成为 Ocean Medallion 的系列 所以说今次Princess 真真正正正是一个 Comeback New的全新回归 而MSC 宣布用MSC的Marrilla 和MSC的Devina 从Miami和Olando重启 最早的行程是8月2日开始 开始的时候 先做一些短行程 然后慢慢进化到 做一些七晚加勒比海行程 按照这个情况来说 今年年尾之前 起码70%的游轮 就会在全世界各地重启 确实我身边现在的人 分开两排 第一排是想先看清楚 看看游轮重启后 大概三、四个月 甚至半年 看看哪些船上协议是安全的 哪些游轮是安全的 他们才决定去协议 第二排是什么都不理 最重要的是现在出发 所以他们已经早上协议好了 等时间到就可以出发 无论哪一排 最令我因为的就是 这两排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屈得太久了 很想去游轮 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排呢? 还是你听我说完所有确诊消息之后 就会觉得 我未来三、五年都不会去游轮 记得留言告诉我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